大家好,我叫婷婷,今年32岁,来自江西樱潭楼乌森一个美丽的小山村 一场意外,让我瘫痪,坐轮椅今年是整整第六年的时间 瘫痪的这六年里,从来没有自暴自弃,努力坚强顽强地活着 每年,到了冬天这个季节,都要依靠卖家里的夜深格粉和红糖糕 来补贴一点家用,赚一点零用钱 今天婆婆打电话给我说,家里第三批的红糖糕和隔粉都好了 说我一大早骑着车子从市里赶到乡下,来拉夜深格粉和红糖糕 拉了满满的一车,看我后面的车巷里面,有隔粉有红糖 还有婆婆亲手种的一些小青菜 现在我骑着车子,要把红糖跟隔粉拉到市里去卖掉了 这一批的隔粉全部已经被顾客定掉了啊 已经回到市里了 然后这一车的东西,我要一件一件地搬到家里去 一车东西整整跑了四趟 从天亮跑到天黑啊 其实生活对于我一个坐轮椅的姑娘来说确实有点不容易 但是努力总会有奇迹 好